是要他们命的大陷阱 陷阱咋的 您老婆也来了吧 到时候枪子乱飞 您不害怕 老弟 那枪子 可是要冲着大侠们打去的 吓不着老哥他 反正我就不信 大侠们能做缩头乌龟 你不知道你个宋女侠长啥样吗 不知道 可是我听说 长得像个女妖角 别听鬼子胡扯 就因为宋女侠长得俊姨才惹了祸 是啊 听说他和他死了在一起 斩了那叫一个树林 就是嘛 不然 你想啊 那个土肥猪咋不馋得流口水 最后害了人全家 天杀 小鬼子没有一个不是天杀的 是啊 别光等着天杀呀 咱们也得杀 是啊 是啊 我要是有大侠们的本事 非痛痛快快多杀他们几个不可 对 说的对 多杀他几个 哼 这些大侠不知道有什么本事 都有什么学习 是吗 是吗 是啊 不是啊 听说他杀鬼子的时候啊 嗯 就跟在台上唱戏一样 小爽一甩一甩的 小鬼子的命就没了 是啊 是啊 真的有这个神吗 有 绣花真厉害啊 就是的 绣花真厉害啊 绣花真最厉害了 是 对吧 绣花真厉害 是啊 绣花真厉害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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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的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你真是的 我才知道 真是 这些都是 都是 你不看 的 是 这一枪结果的这个大官 你等着总有一只老子敲碎你的猪头 太监 下车 太监强 蒲鸣 特别生手 想局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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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那就是 成天国的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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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 去了 难道我叫珍珍 咱们可 行 词 一看就知道是來劫伐場的 就不知道捉一種 你們就在這些人裡面 我倒要看看你們敢不敢出來 只要你們一現身 就算你們清功再好 也休想逃出我兩個狙擊手的事情 那時候 太君 準備好了 可以開始了嗎 跟小鬼子幹 給中國人們報仇 對 跟小鬼子報仇 現在 現在 馬上就要開始比武了 下面 我再把比武的規則 重新說一遍 王君說了 絕不失言 中國人 剩一場 就放了一個中國軍人 剩幾場就放幾個 數幾場 就殺幾個 王君還說了 不是一個一個的殺 也不能一個一個的放 要等到 要等到 無償比賽結束 一起來算 要等到 就一起殺 你在哪裡 就一起來放 要和獲勝的中國人 一起走 獲勝的中國人 一定要守規矩 誰要是不守規矩 就槍斃誰 都聽清楚了吧 別啰嗦了 快開始吧 就是 快開始吧 最後一條規則 也是 最重要的一條 每一個人 只准比一次 不管是輸是贏 就只准比一次 好了 現在我宣佈 比武 正式開始 請 日版武士上台 現在 該輪到中國人上場了 誰打這第一場呢 誰打這第一場呢 我 我打第一場 沒事 沒事 放心 沒事 沒事 別去了 虧了 你不能去 他就是繡花珍 我們的大英雄 廖天生 他就是繡花珍 討厭了繡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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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小鬼子長得還挺俊 你這等死吧 哼 就怕等一百年 你也等不到啊 怎麼就知道呆子似的知道你了 你到底打不打 不打就滾下去 換個敢打的上來 不必多禮 等打完了 再跪也不遲啊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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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功夫可以 就是腳好臭哦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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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門 打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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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脏啊 我想起来了 刚刚踩了枸石忘了擦了 好 打得好 打得好 踢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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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打 直接打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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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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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啥时候都没争气 小心啊 大侠 大侠 天哪 你死 气死 好 都死了 好 好 小花人 小花花人 小花人 你 快回去智商吧 不知好歹的東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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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 第一场 中国人胜 打得好 打得好 小白人胜了 小白人胜了 打得好 是 好 好 小白人胜了 好 小白人胜了 小白人胜了 酒 小白人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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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获胜者 入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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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汉奸 好样的 好样的 修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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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鬼子留下四位大侠的办法 我们有很多狙击手 连对张青不用害怕 笨蛋 你指望的人 早就见阎王了 别想开枪了 都别吵吵了 第二场比武 马上开始 中国人谁来应战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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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兄弟 他是不是铁头侠啊 大侠 你可是鬼魂 他不肯说话肯定是鬼魂 鬼魂是鬼子叫的 鬼魂是鬼子叫的 他是神差 他是神仙差来杀鬼子的 好 好 来人 请自报姓名 你神经病呀 不说话的就是神差铁重 好 第二场比武开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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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驾 噗 爬 噗 炸 噗 呗 噗 噗 呗 呗 噗 噗 噗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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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好 好 好 怎么是真厉害 谁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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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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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 第二场 中国人上 神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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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边全是高手 如果我一击不住 就很难再紧他的身 而且鬼子的机枪手和军机手 肯定也在忙活的 我该怎么办 你要干什么 他走了 要哪个忠不然来的第三场 住手 希望咱们再赢一场 想要报仇的话 也不用这么急吧 等比武之后 我等着你 希望你也能赢 只要你挡我的路 我就一定会杀了你 好 我等着你 都下去 我现在的阅力 进去 我们的阅力 不 我们的阅力 小石 山木 你为什么不下命令 打死他 连队长 请息怒 他们还有两个人没有露面 等他们全部上台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第三场比喻开始 来的中国人 报上性命 你不是中国人 你是奶根窝的 是啊 你是奶根窝的 李翔 来你的名字告诉他们 压死他们 送无交 不是 你是女侠送无交 对 叫女侠也好 鬼子清了 尿裤子了 送无交 来吧 看看你的下水是不是贴打他 嗯 用 呀 呜 呀 哈 呀 吧 呀 呀 嫌 呀 hai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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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H 羽詹答他的頭 唉 羽詹答他的頭 羽詹 whether殺 郁 Math 羽詹答他的頭 答他的頭 答他 hespaiment 能撞人ero 朋友 和 communications 女霞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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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比赛 马上开始 不是告诉我的不让你来吗 我想来就来 谁也来不来 我不是想拦着你 你看不出这战士 他们是想把咱们错都给杀了 要不信的话 待会打完了 你看他放风走 你现在就可以走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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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自保姓名 杜大鹏 杜大鹏 他就是铁东霞杜大鹏 铁东霞杜大鹏 铁东霞杜大鹏 杜大鹏 好 杜大鹏 好 杜大鹏 行 好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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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呀 哎 哎呀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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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是不是剩的太容易了 那是小鬼子無能 那也太無能了 來的來的 想那麼多幹嘛 小鬼子 快下去吧 你不是他對手 待會兒糊塗都被他敲碎了 鐵頭俠 別耍猴了 跟小鬼子不用客氣 不 好 都是 fuerza 功夫 点头有了 第四场 勇苦人胜 好 勇苦人胜 勇苦人胜 沙木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只有这样才可以留住他们 咱们的杀手锏还在后面呢 高岛征医 找个武士把东边武服换下来 为什么 这可是最后一战了 我们 去 东边这场不用打了 撤退 现在是最后一场比武 还有人敢上来吗 有 拿着 这不是这有 风领长 你可没说你也要上去 营长是想和他们在一起啊 这应该就是用枪栓 杀人狙击手的那个人 各位大侠 只要听到枪声音响 就请你们马上离开 我们走了那几个中国军人怎么办 听他的没错 小鬼子拦不住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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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试探鬼子的实力 有啥可试探 打死他就行了 这就是他不同于咱们的地方 这是个善于用脑的人 如此善于思考的人 怎么能会往我口袋钻 莫非他有闯出去的把握 不 不可能 咱们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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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个陷阱吗 这是个大陷坑啊 大陷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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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把他们都堵死了 把你们几个凑在一起 可真不容易啊 但你还是做到了 也许你阻止过他们 但是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这你应该料到的 所以我也站在这了 你以为你们几个还可以活着出去 那就试试看 你还想试 没准我就能拧下你的脑袋 我的机枪和狙击手可不会让你这么做 你真的以为还有机枪和狙击手吗 王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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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们的弹药和武器库 我们的队伍需要弹药和武器 非常感谢你们把部队调到这儿来 日本妇女的伴侣 下一个就是你 你应该知道 就算我们全部战死 你们也休想逃出去 杀一个算一个 杀两个赚一个 老子怎么也赚得个十个八个的 别啊 十个八个的怎么够呢 怎么也得几十个开外吧 我的绣花针跟机关枪似的 一出手 就死一大片 他们的实力和勇气 你是知道的 但是我要再提醒你一次 如果我再次举起手来 我保证第一个死的 就是你 还有你的连队长 所以两挺机枪 在这么近距离内的杀伤力 就不用我提醒了吧 那你想怎么样 马上撤走你的队伍 我保证不杀你 当然 如果你们不怕死 可以留下来 我们较量较量 撤退 立即撤退 连队长命令 撤退 连队长命令 撤退 王营长 王营长真是神了 难怪撕了缘 都叫他沐神风呢 太监 看来你们是真的不想走啊 要打就打 站着不动算什么 咱们走着瞧 奉陪到底 咱们走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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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儿 快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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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杜大鹏给你赔罪了 来 英雄胡胆 何罪之友啊 幸亏王先生 要不然 这儿就真成了咱们几个大脸 葬身之地道 可惜 没把那几个人救下来 各位大侠放心 总有一天啊 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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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这几位兄弟都是靠人英雄 我们把他们埋了吧 也算是给他们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好 好 五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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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 你是不是在找宋女侠 对 你看见她了吗 对 我刚才看见她走了 什么时候啊 就在鬼头七人开走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乱哄哄的吗 王先生 我得去找五胶 她一定去找土飞员了 好 我给你一番去 好 那这几个军人呢 这样吧 二位 有劳你们 将那几位中国军人安葬好 我跟廖先生去找宋姑娘 好 驾 等他 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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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宋姑娘 不叫 宋姑娘 你这么干是很危险的 王先生说得对 这样做 总有一天会吃亏的 我用不着你管 宋姑娘 这报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要从长计议 如果宋姑娘愿意的话 我王沐风 愿意助姑娘一臂之力 多谢 五娇 刘先生 给宋姑娘一点时间吧 给宋姑娘一点时间吧 铁大哥 喝碗水 好 谢谢 廖大侠 喝碗水吧 廖大侠 喝碗水吧 摸下头 好 再摸一下 好 怎么样 你说这 杜大侠真是铁柱的 鬼子的东阳刀 硬是连皮都砍破 厉害 铁柱的 你给我住一个看看 那是硬气功 顶个一两刀还可以 时间长了 照样的不写 反正你们真是了不起 对了 还有铁柱神钗的手 真硬 比子弹还厉害 你说 这子弹都打不进鬼子的钢盔里 你咋练呢 我知道你不爱说话 那就算了 铁柱神钗 等你什么时候想说话 告诉我就行 你别摸我 我的头和手都不硬 我不摸你 廖大侠 给我看看你的绣花真行不 不行 为啥不行啊 就看一眼 没带在身上 我就看一眼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我真 我真没带在身上 你骗人 那你说 那鬼子现在来了 你咋办 鬼子来了我自有办法 没带在身上 那是他小气 你说谁呢 你呀 你再说一遍 你小气 咋啦 别吵了 别吵了 我不看了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看了 你说的绣花针是廖大侠的秘密武器 他要给别人看了就不灵了对不对 这小兄弟还挺聪明 不像有些人傻了吧唧的 小兄弟 这条花针藏在那儿确实是一个秘密 等以后 有了机会大哥再给你看 好 好嘞 大哥 坐坐坐 屋里多了个娘们 汪 汪营长 回来了 好 汪营长 回来了 汪营长 你是 我是八路军 原本想早点告诉大家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刚才我是去看了几个游击队的伤员 所以让各位久等了 你真是八路军 不像吗 那倒不是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 八路军打鬼子我是知道的 只是没想到 王先生对我们这些人 会有这么大的兴趣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们名气大嘛 你们不知道 你们杀鬼子的事传得可神了 出去问问 看看有没有不知道 绣花针 女妖 鬼魂和铁头侠的 小王 那要怎么样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各位交个朋友 互相有个帮臣 一起杀鬼子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们 相信吗 王先生今天不是已经帮我们了吗 对 王先生你别误会 你帮了我们 我不是不知道 也不是不领情 只是我觉得 王先生帮我们和我们交朋友 应该不是你自己的意思 我应该没说错吧 廖先生接着说 我觉得是 八路军想收编我们 所以王先生和我们交朋友 是其次 对吗 又 营先生 第一点你讲的是对的 但是第二点你没有讲对 是吗 和各位交朋友 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你们 这的确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而是我们司令员命令我这样做 当然 能和各位交朋友 一起杀鬼子 这也是我王沐风梦寐以求的愿望 但是我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首先要完成的 是我们司令员交给我的任务 你的任务是什么 保护你们的安全 王先生也不看看 在座的几位 哪个需要你们保护 你们八路军 就不用替我们操这份心了 各位 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 和你们交朋友杀鬼子 保护你们 而不是给你们当保镖 也不是像保护一般人那样 保护你们 我倒是想听听 你们怎么保护我们 那好 我想先问问各位 你们知道你们自身存在的弱点吗 王先生是说 我们武艺不精咯 武艺精不精 那得碰到比自己更精的人才会知道 那这个武艺更精咯 那这个武艺更精的人 不会就是王先生 您吧 刘先生 中国有句古话 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口口声声声说要跟我们交朋友 其实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杜大鹏现在就想想起请教 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弱点 请 杜大侠 我不是这个意思 王先生不必多言 我廖天生 也想想王先生 请教请教 好啊 那既然 三位都是这个意思 恭敬不如从命 请 小师傅 哪位先请 王先生 请赐教 得罪了 王先生 好 走 王先生 我输了 杜先生言重了 你没有输给我 你是输给了你自己 也是被你自己激怒了 操之过急啊 否则再打两个时辰 我们也未必能分出胜负来 我可没那么容易被自己激怒 那当然 但是廖先生 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打了吧 为什么 莫非王先生是怕我的绣花阵 王先生放心 我是不会对好人是绣花阵的 这么说 绣花阵是廖先生的拿手绝技了 要不大家怎么会叫我绣花阵呢 那我要是能破得了你的绣花阵呢 如果王先生能破得了我的绣花阵 我廖天生 甘愿受驱逝 是 严重了 你就说吧 怎么破我的绣花阵 借一步说话 王先生 说吧 怎么破的绣花阵 怎么破我的绣花阵 你 有眼睛 你为如何呀 王先生心喜如发 知悔过人 王先生心喜如发 天生心服口服 刘先生 我说过 我们是朋友 朋友之间只讲忠诚不忠诚 不讲服不服 好了 我们走吧 铁先生还要打吗 打 那好 就请铁先生 用你的鹰爪宫来抓我的手掌 抓住算我输 抓不住 抓不住 我断手 不 如果说铁先生要断手的话 到此为止 不断手 做兄弟 好 坐 你 呀 禅先生 快快请起 不是说好了吗 做兄弟 大哥 起来起来 既然说好了做兄弟 兄弟之间就不能讲这个 禧先生 刚才如果你不翻那个腕子 我的首长早被你抓到了 好 这边请 你那边看看 还有没有活的 没有 这次不是说只抓孔敬开一家吗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这些老百姓可不是无辜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们同样会要我们的命 你给我回来 王沐峰他们没有回来 请 你那边看看 战草必须储根 我们走 爹 别害怕 说 王沐峰他们去哪儿了 快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一定告诉泰军 他们不说 你这个老东西 王沐峰他们一直住在你们家 快点说吧 皇军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王沐峰住过我们家不家 但是他们去哪儿了 我真的不知道啊 他还是不说 你个老不死的 快走 爹 住手 老先生 你放心 只要你和我们合作 说出王沐峰的下落 我保证你全家的安全 太军说 只要你说出王沐峰在哪儿 饶你全家性命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知道吗 大军 他们 他们更不知道了 把老头子拉开 上 爹 爹 他 月儿 该死的小日本 我的两个儿子 死在了你们手里 今天 你们又要欺负我的女儿 起来 我跟你们拼了 爹 老爷 我 知道 我 是 的 正 我 是 你是 你 我 这是 爹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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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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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活命吗 你要想活命 就告诉我王武风去哪儿了 走 走 快 快 小姐 小姐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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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连队长 难道你忘了我们在执行任务 你觉得你给我们制造的麻烦还不过多吗 山母少祖 既管好你的部下 这儿没有他说话的份儿 他这样做只会激起更多中国人的奋斗和反抗 就算他不这样做 也不会解除中国人对我们的仇恨和反抗 放开我 放开我 进来 好好好 好者 放开我 настолько好 si 好 好 不要 不要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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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巴掌 我 你说什么 小鬼子 我只想告诉你 我的大宝贾 会 为鱼儿 帮手的 爹 鱼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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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大宝 我一辈子对你好 一辈子不行两辈子 两辈子不行三辈子 来 大宝哥 玉儿 只要你们对我好 一辈子 就够了 那就先好一辈子 来 可怕的中国人 来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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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在 男转 在 你老看我干啥 我脸上有花 你脸上没花 但你的气喘得也太粗了 我喘气粗爱你啥事啊 杜大鹏 你是不是有点激动啊 激动啥啊 激动啥你自己不知道 你要做新郎官了 你现在的心跳是扑通扑通的 行了 天生 这什么话一让你说 就那么邪乎了 童姑娘 这唱戏人的话 你只能听一半 我心跳快咋了 要是你当新郎官了 你不激动啊 杜大鹏 你丢不丢人哪 你长得五大三粗 胡子拉叉的你 完了胸肌鼓鼓的 有点喜事 你就不能放在心里 别老挂在脸上 丢人现眼 我就挂在脸上 咋啦 大哥 好像有点不对劲 怎么了 有东西没烧焦的味道 还有汽油的味道 什么方向 孔家庄方向 好 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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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公信 村头隐蔽 是 我们四个人分头尽村 快 是 我们四个人分头尽 孔王 优优独播剧场 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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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往分头找 大鹏 别进去了 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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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进去了 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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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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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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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救你 让我 让我救你 让我救你 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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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救他 大哥 你是不是能救他 让我 让我 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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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偷骨啊 大鹏 你醒醒 大鹏 你醒醒啊 老兄弟 你真好的 别这样 大鹏 真好的 你别这样 偷骨娘 把药给我 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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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药给我 我给他 给我 给我 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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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歌 只能绕着就好了 止啊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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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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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 大鹏 你们都够撞的 兄弟 我们走了 你胡说 为谁都不能救他 你 孤芬 姑娘 大方哥 你叫我玉儿吧 你把一幅换了 不用了 妹子 我自己 不行 你必须换马上换 我不看你不就行了吗 你离我那么远干吗呀 我又不是鬼子 我爹说了 现在兵荒马乱的 鬼子说来就来 他让咱早点成亲 然后 可以让我跟你一块去打鬼子 打这个没有 这个眼睛瞄准 这边 小福收紧 你不好好练功 老看我干什么 你不看我 咋知道我看你呀 要大方哥在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缩短了五分钟 鬼子在游库的屋顶上也是有机关枪 说是专门对付你们这些会飞烟走壁的人 哪里是个廖望塔呢 廖望塔还是老样子 一个廖望塔 一个探着灯 一挺机枪 两个廖望烧 大门口也增设了路障和铁丝网 所有车辆都不准进入流步 人员进出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很难混进去 不是很难 是根本就混不进去 李队长说得对 土飞员和山沐来了以后 加强了队进出人员的管制 晚上八点以后 任何人不准进入游库 看来英闯是不行了 当然不行 大门西侧房子里面的鬼子听到枪声 就会立刻堵上大门 就是冲进去了 你也立不住脚 跑不了五十米 就会被交叉火力打死 里面还有一个中队的鬼子 和山沐的特别行动队 那土飞员的连队部在什么地方 兵力部署情况清楚吗 土飞员连队部就设在甲村 一个中队 驻扎在巨塌三四里地的甲家宗祠 还有两个中队 一个中队驻扎在游库外 两里地的王村 另一个中队驻扎在 南面三里地的蒋村 半个小时之内 这两个中队都能赶到游库 这个部署一定是山沐做的 紧凑 立体 互卫支撑 非常有效 不错 就是一个团的兵力 要想拿下游库也是不可能的 让大鹏扔手榴弹 把游库给炸了 他能扔三百米吗 三百米 铁丝网具游库平房 大概就是两百米 前面还有两百米的开阔地 说三百米是少的了 还能ण得力 对 草莓 鬼子的庄稼旅团后天就回到 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 李队长 我想去游库实地看看 好 走 见面 这鬼子还挺忙活的 看来还在学故事 是啊 靠河沟掩护是没指望的 看来鬼子是知道哪儿危险了 老林 练望塔的鬼子多长时间换一次 大概一个半小时 他们有时候趴着有时候坐着 塔座和铁丝网之间只有十几米的距离 塔下没有死角 塔山的鬼子看下面 一点这儿的都有 不能下塌 就是冲进去也没出毒 那爬上去也得一阵子 朗丽 撤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鹏 你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你想饿死自己了 你是不饿啊 还是心里难受 吃不下 不饿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这样下去 你的身体垮了 玉儿的仇 孔伯的仇 谁来报 谁来报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 还像个男人吗 还像铁头侠吗 吃就去 吃 吃 吃 别伤 你记住 玉儿的仇 孔伯的仇 你一定要亲自报 你一定要亲自报 走 吃 你 吃 你说 他 是 他会不会知道 大鹏是个重情义的人 我相信他会想明白的 吃饱 大鹏 吃饱了才能杀鬼子啊 大鹏 别那么没出息 像个男人似的 打起精神 把肚子吃饱了 为育儿我和我爹报仇 年纪谣 年纪谣 小鹏 HAS 小鹏 adura 三位 大鹏 艿 行 不 大龐 等我打掉机枪以后 就把手榴弹 全都扔进院里 是 大龐天长 咱们这回是夹打 只允许打五分钟 明白了没有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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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龐天长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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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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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队队长 小川中的已经在路上 几分钟就可以赶到 是不是把山目特别行动队调过来 咱们怕是挡不住王武风这些人 不信山目不能动 这是王武风的叼虎离山之计 我们绝不可以上当 是 谢谢 我少父前任 逃退者死 撤 快 我们上 驾 驾 快走 快 开走 这是王沐峰的轨迹 也许他们在试探 不会 这不是试探 他是想用这种办法 让我们不知所措 从今天的战况来看 他攻击的重点应该是连队部 这是王沐峰调虎离山的老把戏 如果是调虎离山 阳公是不应该用主力的 而且王沐峰他们确实是在那边 这确实很难让人动 莫非 他们攻击的目标是连队长和连队部 王沐峰的目标就是由库 可他今天对连队部的攻击 不像是虚晃一枪 现在可就看山木怎么行动了 我就不信土飞院的连队部受到打击 他会置之不理 他置之不理 有可能是鬼子的救兵到得太快了 这是原因之一 从战斗打起啊 到鬼子中队来支援 中间只有五分钟 时间确实是短了一点 那我就打他的阻击 对 只是要打他二十分钟以上 这样山木才有可能拘救土飞员 干脆明天先不打游库了 不 游库一定要打 而且要加强攻击力量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让山木摸不着我们的叙事 如果明天他还是按兵不动的话 我们就活捉土飞员 然后指导游库 行 就这么行动 李队长 你记住 明天你一定要挺到游库宝炸 放心吧 我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 也要挺到游库爆炸 陈正伟 你直打十分钟 然后去支援李队长 就你们几个人 行吗 在游库被炸掉之前 我希望游库的战斗是无声的 就不信 看着我们的人撤走 去打他的连队部 他会不动 都不相信 不论土飞员如何 我都不会离开游库 如果王牧风他们不来游库 像今天一样 王沐峰一定会来游哭 对人来的位置不变 再从各个中队筹调两百人 组成一个特别的中队 守住村里的每一个出入口 一定要把雷偷袭的 游禁队挡在村外 另外在我连队部门口 也要增派一个中队 安排在附近的民宅里 就把小川中队调过来吧 是 去吧 是 今天的战斗想必非常激烈 报告 起来 山木少祖 游库的情况怎么样啊 今天受到小谷游击队的骚扰 游库目前安然无恙 对今天的战况 山目少佐怎么看哪 我认为 这是王沐峰的调虎离山诡计 他是想调开我游库的主力 他真实的企图 还是游库 不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连队长的伤不严重吧 没事 小伤而已 你认为王沐峰下一步 该如何行动呢 明天将是他们炸掉游库的最后机会 天黑之前我装甲部队就会赶到 一旦我们的坦克装满了油 游库对于我们双方就毫无意义了 这个我很清楚 说重点 嗨 因此我认为 王沐峰将会在明天对我们的油库实施全面突袭 那你的意思是今天对这里的攻击就是对明天突袭油库的掩护了 是的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我做出错误的判断 那你看我现在的部署如何呀 连队长 你客气了 不是客气 这是师团长阁下的吩咐 请说 我认为 连队长的部署并无不当之处 只是应该把调来防守连队部的一个中队放在油库的外围 甚至可以把封锁村子的两百人也安置在油库 明天王沐峰将会对油库孤注一掷 不会用其主力攻击这里 况且就算他们用小谷部队骚扰我们 小川中队也会在五分钟之内赶到这里 所以说我这里是完全没有必要增加一兵一卒了 那么在你的眼里 我这个连队长也是可有可无了 连队长当然重要 但从全局来看 保护油库的安全才是第一位 那我去保护油库 你在这里作阵指挥如何 属下不敢 属下曾在阁下面前立誓 要与油库共存亡 只负责油库的安全 神木少佐 我土飞渊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你想过没有 你动脑子好好想一想 我们的指挥系统不过被他打垮了 我们的守卫就会进入一种无序状态 那个时候守卫部队一旦瘫瘫 油库还谈得上安全吗 连队长 王沐峰不会再来攻击我们了 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和我们周旋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王沐峰倾其力量去攻击油库 我也能在二十分钟之内赶到你那里 难道你连二十分钟都守不住吗 王沐峰他神出鬼目防不胜防 我们只有实施周密星的防守 才可以保证油库的安全 混蛋 我这里就不怕他神出鬼目了吗 我告诉你 我都不止是两处都坚固的 不会有任何一处让王沐峰抓空子 你给我听着 你就负责好好守住油库 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 明白了吗 属下明白 出去 马上 他就这样 你又何必跟他一本见识呢 我恨不得杀了这个蠢货 驾 老王 土飞渊把小川中队调到他的连队部去了 肯定把这个王八蛋打怕了 今天可就难打了 但是他们回原油库的时间会延长 那他跑也要跑二十分钟啊 狗日的还是怕死 这样一来 给我们打油库是提供的时间 但是却给我们打土飞猿 增加了难度 那也得打他 打是一定要打 而且要狠打 可是打进去以后 以他们现在的兵力 你们要是想再冲出来 恐怕就很难了 老王 不要想太多 还是按照原计划办吧 只要你们几个出来就行 把大元的小队调回来 打连队部 里外夹击 李队长安堂冲出来 是有希望的 对 就这么办 可是老李 老王 别说了 昨天都说过了 只要我能拖住土飞猿的 这两个中队 保证你炸掉油库 我李长荣死而无憾 老李 催生 兄弟 收拾蛋 如果王沐峰的目标是油库 那连队长就要承担全部责任 谁承担责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守住油库 可如果王沐峰的目标 就是要杀土飞猿 和上司抓斗木村一样 那我们该怎么办 做事不救的责任 不亚于丢掉油库 王沐峰的目标 一定是油库 如果徐志流的主力 已经溜出了包围圈 那油库对他们来说 就不重要了 一个土飞猿 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多重要 报告 报告少佐 特别行动队已经集合完毕 请指示 报告连队长 八六军开始进攻了 我忍不住我的所料 祖志进攻 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我的大门外 嘿 王沐峰啊 王沐峰啊 这次我让你 有来无回 一 是连队部 看来王沐峰的目标 真的是土飞猿和连队部 不 这是王沐峰在声东击西 可这么激烈的枪射 一定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主力是可以运动的 命令防守部队 严加戒备 是 撤 快 不是 有 是 是 有 二十年 第十年 余震 十年 雷 雷 第三 比赴 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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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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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了 小人 跟我上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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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刀离 抓住就交给你了 我进去往里边打 好 大鹏 掩护李队长 把鬼子坚决往院里边赶 好 同志们 一定要冲出去 走 走 把力冲 冲 冲 报告林队长 八路军已经攻入前院 组织反击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可 快去 林 林队长 是不是马上把山崩特备行动队调回来 我们怕是挡不住王牧峰他们的 不需要再等一等 不需要再等一等 林队长 再等就来不及了 混蛋 你们看 快吗? 维Ɏ klک 準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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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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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久度 在等待 如果统队员战死 或者被俘虏 有没有想过你怎么交代 游击队的战斗力 能有多大 两个中队 不可能守不住连队部 可是王牧峰 他们现在就在哪儿 至少 我们的游库是安全的 山母 见死不救 是要受军阀处置 我以为 你是一直支持我的 我当然是支持你的 那我问你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保证游库的安全 守住游库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你也太好了 现在游库一点危险都没有 现在安全 不代表永远都安全 等我们的坦克加满了油 我们的任务 才算完成 好吧 你看着办 我是绝对不会 王牧峰 任何机会 我能吃 我能吃 我想 我就能吃 他 挺 我 想 一 不在这里 难道他们去了游库 是的 游库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林队长英明 如果把山目特别行动队调回来的话 那么游库就危险了 传我的命令 全力往外冲 夺回中院 然后离营外河 把这帮游击队 你给我彻底消灭干净 嘿 快去 不 老林 情况怎么样 看来我只是想挪回这个阮子 放藤进来 在这里消灭它 好 我走了 把鬼的凤凤队给打 是 走 上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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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这 跑 王牧僧他们还在这里 快 给山牢打电话 让他火速赶到这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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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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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少佐 连队长来电话 命令你马上去支援他 王牧风等人 已经达到连队部门口了 这么说他们真的在哪里 看来王牧风 是要活捉连队长了 无论是活捉 还是杀了土飞渊 对徐之流主力有什么用 王牧风不会这么想 一个皇军大作 外甲一个连队指挥部 在他看来 已失极大的胜利 他一定认为 已经给皇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没有确定徐之流的主力 已经逃脱的情况下 有空 不能不受 山牧 我们的装甲部队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应连队部的 我说不定 能把王牧风等人消灭在哪里 报告少佐 连队长命令你马上去接电话 王牧风等人 已经打到连队部门口了 你还在等什么 山牧 你还在等什么 带魔头我就枪毙了你 立刻支援连队部 喂 山牧 山牧 连队长 我是高岛正义 立刻支援我 你这个混蛋 爹 带你 山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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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姑娘 宋姑娘 先留着她 她对我们还有用 老王 老李 老李